事实上,开破数的离世似乎也对虚拟货币领域带来一定冲击 根据加密货币数据网站KanMarketCap的资料 名为狗狗币的虚拟货币在台湾时间5月24日下午30的单日暴跌幅度已经达到6% 全球知名的网络民营财犬开破数于5月24日语市长辞 狗主人亦在社群平台证实这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这只成为独特的鄙视眼神在201战年引发全球网路疯传的财犬 更成为加密货币口狗币的灵感来源 对网络文化和虚拟货币产业都有深远影响 开破数的离世消息溢出,立即引发全球网友的哀悼 许多人纷纷在网路上分享这只柴犬的经典照片和影片 怀念他可爱又滑稽的表情 以及成为繁衍无数迷因梗扶的传奇一生 有网友感叹,豆子是许多人的启蒙及网路迷因 代表了一个纯真有趣的网路时代 也有人说,小时候最喜欢看豆子的表情包 没想到他已经18岁高龄了 开破数的主人在社群平台发文哀悼 在5月24日清晨,开破数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走得很安详,就像在我的温暖抚摸下眩眩睡去 他并感谢大家多年来一直关注和支持开破数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狗狗 这位主人2022年就曾透露 高龄的开破数身体每况愈下 双眼已浑浊看不清楚 当时他呼吁大家为开破数集气打气 没想到一年多后,这只网红狗就永远离开了 他承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 散布欢乐和正能量 为数位世界带来独特的影响力 事实上,开破数的离世似乎也对虚拟货币领域带来一定冲击 根据加密货币数据网站看MarketCap的资料 因为狗狗币的虚拟货币在台湾时间为24日 下午30的单日暴跌幅度已经达到6% 这种情况的发生 与狗狗币的诞生故事有着密切关系 2013年,两位软体工程师以开破数广为流传的豆子民音照片为发响 创立了狗狗币这种加密货币 其中豆子一词是网友根据财犬的念法 比开破数奇的暱称 起初只是一种趣味式的虚拟货币 但狗狗币随后境意外爆红 一度成为全球加密货币的佼佼者 2019年,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推特上一再提及狗狗币 曾引发价格大涨 可见这种加密货币早已不仅与开破数这只小狗挂钩 更与全球虚拟货币市场的走向密切相关 如今,在豆子耿途原型主人离世后 狗狗币因声下跌 显见它已经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投资工具 但他们对网络文化符号仍有特殊的感情联系 未来狗狗币的价格走势如何 现阶段还难下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 卡巴数成为网络文化经典人物 会是人带来无数快乐笑容 将永远存在于网络的集体记忆中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停射了决定在达美乐脸书 粉丝专页上正式对外公告 推文中透露了这两款经典披萨 即将进入秉升最后阶段 前往披萨仙界修行了 显示出这一别具一格的行销语言 不仅为这两款披萨的结束画上了浪漫的据点 也唤起了许多顾客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 在披萨界引起一阵轩人大波的消息 知名披萨品牌达美乐 于2024年3月11日晚间惊爆 旗下两款代表性口味 海鲜披萨与夏威夷披萨 将于3月17日正式停止销售 此消息一出 即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 无数中时顾客和披萨爱好者 表达了他们的不舍于惊讶 夏威夷披萨的最大特色 在于其田中带前的口味组合 这款披萨通常铺满了金黄色的菠萝块 搭配上传统的烟熏火腿 两者的味道相辅相成 形成了一种受到广泛喜爱的口味 也是网络迷因的常客 达美乐的海鲜披萨 则是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这款披萨通常会包含新鲜的虾仁 鱿鱼和贝类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来自海洋的鲜美 停射了决定在达美乐脸书 粉丝专页上正式对外公告 推文中透露了这两款经典披萨 即将进入秉升最后阶段 前往披萨仙界修行了 显示出这一别具一格的行销语言 不仅为这两款披萨的结束 画上了浪漫的据点 也唤起了许多顾客 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 公告中 达美乐对于这两款披萨 曾带给顾客的美好体验 表达了感谢之情 感谢您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爱护 是为永存 美好再见 这番话语不仅是对产品的致敬 也是对消费者长期以来支持的感激 然而 这项突如其来的决策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与质疑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 他们对于失去这两款经典口味的不满于惋惜 有的网友表示 夏威夷批萨是我唯一还会点达美乐的理由 显示出对于该品牌的特定口味 有着特别的情感连结 另有人质疑 说是经典口味又是达美乐的骄傲 然后要把这两个品项下架 这小编到底刻了什么 反映出顾客对于这一决策的不解与反感 此举不仅影响到了达美乐的品牌形象 也对于该品牌中时顾客的消费习惯造成了影响 对许多人来说 夏威夷与海鲜披萨不仅仅是一种食品 更是与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的回忆符号 这次的产品下架 不仅是一次产品生命周期的结束 也标志着一段情感连结的终结 达美乐此次的决策背后具体原因尚未明确 是否为了推出新品或是其他市场调整策略 这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一转变将会成为品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也许会为达美乐带来新的机遇 或许也会让部分顾客感到失望 未来达美乐如何在市场上进行调整 以及如何回应消费者的期待与不满都值得关注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这次沸沸就这么一直流浪到了3月27号 他流落到了桃园富岗区 富岗地区组成了抓费义勇军 农野局也出动了能击败地表最强生物 贩满勇赐狼的大杀气 麻醉枪 在麻醉枪与勇勇军大将 富岗义勇阿玛的通力合作下 沸沸终于束手就下 欢迎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近日 逃跑沸沸的话题可说是闹得沸沸洋洋 可惜这次沸沸的流亡之旅最终能是一悲剧收场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可怜沸沸这18天都经历了什么 起初 是在3月10日 有人在桃园市平镇区 大坑缺石博生态远区 这边发现一次野生猿猴跑到民宅偷东西吃 一直到3月22日都还有人在附近目击到这次不明灵场类 网络上有人根据照片 猜测这次来路不明的灵场类是东非沸沸 当地居民相当担心来路不明的猿猴会伤及无辜 当地里长及寻手队人员连日来四处设法捉捕 并请六福村野生动物园受益提供协助 还会整这几天来各地民众目击的资讯 绘制沸沸献中地图 但无奈这次沸沸比通缉犯还能保 居民跟专家几日下来都无功而返 这时有些人察觉到了一个问题 这只沸沸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怀疑是三月初从新竹六福村动物园脱逃出来的 不过派出专家协助围捕的六福村否认 强调园内动物一只都没少 更是大动作地搞起了沸沸膏装检 清查的结果反而多了一只沸沸 看来六福村有人要被电到起飞了 这只沸沸就这么一直流浪到了3月27号 它流落到了桃园复冈区 复冈地区组成了抓沸医勇军 农野局也出动了能击败地表最强生物 犯蛮勇次郎的大杀气 麻醉枪 在麻醉枪与医勇军大将 富刚医勇阿嬷的通力合作下 沸沸终于束手就擒 原本大家都以为是美式一桩 官员们还开心地与沸沸合照 说要传给女儿 殊不知那张照片将成为可怜沸沸的遗照 原来沸沸的身上早有枪伤 一名灵性猎人接受了新竹县政府农业处的委托 早已在场待命 并且在麻醉枪跟阿嬷出手前 就给沸沸来了一发致命射击 雷克萨 明星猎人事后声称开枪前 有获得六福村相关人员的许可 总之六福村表示 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正配合警方调查 基于调查不公开而不做回应 也不便提供当时加入微博任务的团队名单 事后有网友痛批官员 沸都快死了还在拍照 草间费命 也有许多人为这条无辜的生命默哀 更也阴谋论者质疑 这整件事都是政府为了要下近日民众对民生政议题不满声音 所制导自演出的一场闹剧 不过无论如何 逝去的沸沸都回不来了 但至少他在死前享受了十多天的自由 也成为了台湾史上最轰动一时的沸沸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 如果你家哪天出现一只来路不明的沸沸 你会怎么办 欢迎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